阿里路亚,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Hello,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见面了 再次和大家说,复活快乐 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今天我们录影的是复活期第四驻日 这个道上,希望和大家一起去进入 上主是我的牧者,这个复活的喜讯 就让我们以习徒经开始今天我们的道上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引领我们分享天上诸圣的喜乐 帮助我们这些弱小的阳魂 安抵勇毅木人的身边 恩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是为一天主,永生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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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各位弟姐妹,这个习徒经 很突显出我们复活期的这种喜乐 而且给我们看到 我们将来和诸圣那种的共用 也都突出了我们是弱小的羊群 但是我们靠着天主的人道 我们可以安抵勇毅牧人的身边 这个勇毅的牧人是谁 主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带我们走 而且他就是那位为羊群交付生命的 那位牧者那位勇毅的牧人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习图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眼睛是望着天上的 而且弱小的羊群 让我想起龙家福音那句 你们小小的羊群 不要害怕 一样我们再以这个习图经去默想一下 也都有一张很漂亮的画 是哪位画家的 他的画很引人入圣 这个圣是那种神圣的气氛 我们看着这张画 我们再读一次 以这个习图经 来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引领我们 分享天上诛圣的喜乐 帮助我们这些弱小的羊群 安抵永违木人的身边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和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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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说第三页 关于善目主日 我们也值得留意一下 在罗马里 凡义之前的罗马尼撒经书 凡义之前 就会在四百一主日 后的复活后第二主日 就是说按今天的计算 就是复活期第三主日 读有关基督善目的福音 就是伯多禄前书 和《若望福音》的第十章 十一至十六节 但是在这一台犯 凡义前的这一台犯 的习图经 和这一组读经 是没有关联的 第二项就是1964年 4月11日 教宗保禄六世 在四百一主日之后的主日 当时叫做复活后第二主日 就利用这个主日的读经 就是白田的第二章 和《若望福音》的第十章 呼吁教友 为目者圣照祈祷 于是成为了惯例 在每逢复活后的第二主日 读善目福音 大家就为圣照祈祷 而到凡义之后 礼仪更新 将关于基督善目的读经 移到今天 礼仪年的安排 在复活期第四主日 也都定为为圣照祈祷日 另外自从1979年至80年开始 《罗马礼礼》二日曆 《阿道》 也都会在复活期第四主日 那里注明 其实每年都这么注明 每年都这么注明 《本主日》 特别为司度、执事 和修道、圣照祈祷 那应该在讲道中 展明这个意向 和加入信有吐辞之中 那这都要注意 正在发展 犯意之后 我们怎样安排 主日的 特别是复活期的读经 用回我们今年 是丙面 那 在第一个主日 就是复活主日 我们读的是什么 当然 耶稣由死者中复活 就是读经 那第二个主日是什么 就读了第八日 多默主日 多默 那接着第三个主日 是什么 BBQ 耶稣第三次的演言 好了 第四主日 就读了 耶稣的 善目 甲乙丙年 都是在读 欲望的 但要记得了 复活主日 复活第二主日 复活第三主日 都是讲基督 复活 显现的事迹 是 而去到第四主日 就重新看回 我们所跟随的 这个复活的主 我们怎样 是一个 就是在他所救赎的呢 那就提出了 《若望第十章》 我们去看第四页了 是的 那这是将凡二之后的 复活期 第四主日 甲乙丙年的读经的安排 都是说 《若望第十章》 是的 福音都是 所以你见是第十章 分了三个三节 甲乙丙年的读了 《甲乙丙年》 是什么 十章的一至十节 《我次主》 是的 他都有个小主题 我是羊的门 我是羊的门 因为看着羊棧 我们可以入可以出 而月年呢 中间那部分呢 就是串目为羊群写掉性命 而今年丙年呢 读最后一段呢 就是 基督是串目 他将永生带给我们 好啊 所以大家这样就明白 原来 范以前 和范以后 那个读经的安排呢 是有不同的 以至到呢 影响到呢 我们 这个善目主日呢 就会是 你可以说 是退了一个位 是这样的 是的 而且呢 范以后 復活的主日 就已经是第一主日 是的 復活的后 那个主日呢 是叫第二主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就是说 社牌二主日 那然后 就是 就是复活期的第三主日呢 那其实呢 就已经是 旧那个的 就是第二主日 就是退了一日的 那大家都可以明白了 那第五页 尽唐永 尽唐永 尚主的慈爱 尼万大地 尚主的一句话 尊天造成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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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春天嘛 而且呢 呃 我们所说的 尼山月 嗯 我们所说的 春分月圆 之后 的第一个主日 就是春天嘛 那我就想起了 尚主的慈爱 尼万大地 恩天主的一句话 尊天造成 阿里路亚 那我们选一张照片去配搭呢 当然都是春天啦 春天 是 那花 但是你认不认得这间圣堂 阿诗士 你认不认得 你不会认得的 喂我 认得的啦 这间 就是 阿诗士 聖方祭阿西西 那个大殿 大家都记得啦 十二三世纪的 聖方祭阿 太阳哥 太阳哥 太阳哥哥 月亮姐姐 是啊 他从万物之中 认识天主 也都在万物之中 是天上的世界 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 看到的呢 是天上的世界 就是那种 永恒的重天 的来临 所以我们一起 祭祭祭祭祭祢 天主说 上主的慈愛 离漫大地 ket 因天主这一句话 诸天造成阿利路亚 人只能够去参透宇宙那种生生不息 才可以明白 原来天主也都将这种生生不息的复活的力量 注入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和基督一起复活 所以在圣堂的布置上 在复活节应该是插多些花 你看凡帝钢 圣八都六大典 那时候天主创造的一切 都可以帮到我们举心向上 参透世事 所以复活节多些花 让我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去享受这种生生不息的复活的气息 好了 那集图经我们刚刚都读完了 那现在第七页了 中途大使路 都不用说那么多了 那我们可以去到 第八页了 那你记得了我条锁匙是什么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 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马尼亚 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 但是都记得了上一天 上个主日我们读的中途大使路 是门徒的作证 门徒的作证 好了在哪里作证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在公议会里作证 今天我们读的那段 就会去到保禄事录了 是保禄事录 是了 今天我们所读的 真的是一个转捩点来的 我们立即看一看 是第九章 第九章片 我们按一个讲法 就是李志忠律师的一个研究 当然有很多的理论 不过这个是相差不远的 保禄大概是公元的八年 出生于塔尔索 都要讲讲 塔尔索是一个殖民地 所以保禄出生 其实13岁之前 在一个殖民地生活 所以他通了 这个叫做什么 希腊文 都通了 希望到拉丁 因为好像香港人那样 好像不懂得拉丁文 但希腊文非常之好 懂不懂拉丁呢 不如明天问他 不过希腊文肯定懂 但是塔尔索是一个 很有学术的位置 是啊 所以 他的背景 已经是跟外邦人 打交道的一个环境 好了 他13岁呢 因为都很爱国的 是啊 就去北京 就是去耶路撒马 跟个名师 名师叫什么 加玛里尔 就是跟了邓小碧 在党校读书 看到吗 好了 26岁 哇 当时呢 真是年轻不智 那斯特邦殉道的时候呢 他26岁 他是在场 他不单是在场 帮看着那些兇手的衣服 他是赞成的 就是他赞成的 去迫害 以及谋杀 基督徒 杀害了 基督徒的 那跟着26岁呢 27岁呢 你可以说 注意 公元34年 为什么敘利亚的安提若基雅 会成立了基督徒团体 因为其实 就是斯特邦殉道的时候呢 已经 逼着那些基督徒 要四散去不同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 逃难了嘛 那他们就有一些人 去到敘利亚 敘利亚 离开耶路撒马 去到北边的敘利亚 所以那里已经 可以说得了 有一帮基督徒 成立了团体 而且各州在那里 人情跟随基督的人 做什么呀 基督徒 基督徒的三个儿子 在那里 那过了晚上 就27岁了 他做什么 27岁那年 拿到批文 大师就是给一个批文 他追杀基督徒的 那杀到去哪里 他要去大马士革 谁知道在路上 一道强光 就将他怎么样 打倒了 掉了下来 掉了下来 掉了在哪里下来 在哪里下来就没有说 你没有想过是一只马 不过就是他强光一招 那他跌到 对了 瞎了眼睛 看不到 那他就问我主你是谁啊 啊 怎么知道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了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是保禄的归衣 以至到呢 他接受了洗礼 好了 那去了哪里呢 那如果按些考据呢 他就会 去了 大马士革 附近 敘利亚境内的阿拉伯 那然后又怎样呢 去到三十 二十九到三十一岁 去了几年 就是他可能在阿拉伯是三年 两到三年 居然在大马士革 宣讲基督 哇 一个追杀基督徒的了 居然现在在那里 宣讲基督 而且呢 都有人归化了 那当地的犹太人 又追杀了 今次追杀过是谁啊 保禄 结果呢 又怎样呢 在城墙上怎样呢 走得了 用个洞吊着他怎样呢 扔他下去 让他离开大马士革 离开大马士革 那去了哪里呢 去耶路撒冷了 去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呢 大后的门道了 其实没人敢接纳他 是啊 很害怕他 很害怕他 因为那些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鬼头仔啊 结果呢 有个好人 叫做巴尔勒伯 巴尔勒伯又是习总的 我所说的习总不是就是混血 塞浦路斯 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 就是保禄一样了 犹太人在塔尔索 这个巴尔勒伯的好人 是塞浦路斯 那两个都是香港人 遇见过马来西亚华人 那大家用英文沟通都可以的 是的 我在狼下读书就是这样 那好吧 那于是那两个呢 那 巴尔勒伯就带他去见 中途 被接纳 但那班人敢不敢隆他 一阵而已 因为 都敢隆他嘛 陶水家 人家追杀你 你就来找我 阿欣 你都要叫他怎样 回家啦 那于是他就回到哪里 他们打发去 回到塔尔索了 拜托 去塔尔索 去塔尔索了 那跟着呢 31到36岁 他不安定的 这个人 这个人坐不定的 他的性格就是不定 于是他周围全交 在敘利亚 基里基亚全交 去到36岁了 巴尔勒伯 你找他 尤塔尔索找到他 尤塔尔索 把他带到哪里 安提若基亚 是 一个初期的 外邦的 基督徒团体 在那里 帮忙了 一年之后就 好了 到36岁了 他们两个一起 怎样 在安提若基亚那里传教 是啊 是啊 还有 信徒被称为基督太 就是这个时候 是的 于是呢 他就在那里传教 传教 37岁 就血浓于水了 因为知道耶路撒冷有饥荒 有饥荒 有饥荒 收集了一些集资 物资 由保禄和巴尔纳伯一起送去耶路撒冷 送暖 是送暖 这个送暖 其实 地里 当然 等于香港那一年 华东大水灾 血浓于水 血浓于水 送暖 去表达那种 真是关系 手足关怀 手足关怀 使得耶路撒冷教会 对他们都怎么样 有一份的接纳 可以说得 是这种送暖的本身 使得保禄 和耶路撒冷教会 可以说有一个更深一点的关系 好 那保禄这个人坐不定的了 那就会了 红星那个地方就是在公园 你说说说 我们一阵读的就是这段 所以你讲得对的 不理你了 那颗星呢 就是公园45到48年 三年的 就是保禄的37岁到40岁左右 是第一次出外全街 都说他 哎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不定性的 他一定要到处走的 但是安提玉基亚的团体派遣去 是派遣他的 是团体所派遣的 团体派遣 都为他放收其道的 是两个人 巴尔纳伯和他 派遣他去哪里 这个也很重点的 一个基督徒团体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团体 一定是向外传教的 因为这份爱 这份救恩在你心里面的激动 这种复活的能力一定会使到你 愿意众人得救 又福怎样 大家响 又福大家响 就将福音传下去 那他们由安提玉基亚出发 去哪里 先去塞浦路斯 谁去塞浦路斯 就是巴尔纳伯的家乡 提议 那接着呢 就去皮色迪亚的安提玉基亚 这个注意一下 是皮色迪亚地区的安提玉基亚 就不是罪利亚的安提玉基亚 是皮色迪亚的安提玉基亚 当然了 后来医科尼余的安提玉基亚 那各位 我们今天读的是一个转列点来的 是福音 由这个耶路撒冷 一直传到那里的爱邦恩 开始走出去 离开 离开犹太 离开撒马尼 是 离开犹太这个地区 然后慢慢传去外邦的地方 那 那 今天不和大家看下去 你看 我们圣母圣医堂的Youtube 我曾经用了六堂 在四旬期 在四旬期的一个繁盛 很多人看 是啊 就是这个 保禄的桂衣 我们的桂衣 和罗马书的零售证实 那希望你自己看 会有些得益 那我们一直说下去了 那第十一页呢 其实保禄总共出门呢 有三次 嗯 是第一次的传教 那是呢 他37岁到40岁 3年 第二次的传教呢 是41岁到44岁 又是3年 好了 那我们在第十一页看到了 他第三次传教呢 是45岁到49岁 是4年的 那 后来呢 到他40多岁 9岁的时候呢 好了 那去到耶路撒冷了 你看 是57到59年 是公元57到59年 他在耶路撒冷啊 很委屈的 冤枉的被捕 被捕 被捕 因为他带进去圣殿的呢 其實是还怨 的犹太人 人家就以为他带了什麽 戴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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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捉了他 啊 他的帅子 是 爲什麽啊 那些人呢 要杀害他的 真的要逼他的 那 那 当时呢 那些人都怕他被杀的 是的 于是将他 拿到哪裏 海杀立 使他可以有些安全 那结果呢 在多次的审讯之后呢 他要上訴海杀 拿他的王牌出来 拿他的王牌出来 因为我是 羅馬公民 羅馬公民 你不可以 怎麽呢 他要出生 塔爾索 就是他有BNO 是的 而且是 他出生之前已經 是的 還有一個 我一出生就扭 審訊他那個就說 我用很多錢 我用很多錢賣回來的 我買的 你怎麽出生就有 沒錯 大家看吧 看吧 中途大事錄的 第幾章啊 那裏呢 就是呢 26、27章 那跟著呢 我有送他去 羅馬受審 羅馬受審 怎麽知道呢 那艘船不爭氣 飄下飄下 沉下沉下 居然去了哪裏呢 馬爾他 在馬爾他 在馬爾他那裏 各自 那跟著呢 轉轉轉轉 去到呢 大概他的 他五十二歲 五十二歲 左右 那就 在羅馬呢 抵達王 抵達王 怎樣 軟禁 軟禁在家裏 中途大事錄去到那裏 是的 完成了 因爲福音 地極了嘛 羅馬呢 就算是地極的啦 就是北京 那時候是什麽 沒有鬼鬥 就是當然啦 當福音傳到 魔鬼鬥 因爲你記得 當時呢 他們都以爲的 那是地極 而且羅馬人那種的 統治啊 那種殘暴啊 那種沒有人道啊 那福音傳到那裏 怎麽呢 那就戰勝了那些邪惡啊 所以中途大事錄 那個鑰匙 你讀一次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 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馬尼亞 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 所以呢 他在羅馬 就在地極為耶穌作證 作證 而且中途大事錄呢 還講到說 他那裏作證 好自由喔 好自由 沒有人禁止 是的 不過呢 他還沒死 按照我們找到的書信啊 他自己寫的 是的 那有機會呢 到55歲 是的 他被放監啊 為什麼呢 釋放 現在有被告沒有原告 遠告人沒有出庭 哎呀 那怎麼辦呢 那就走了 那於是呢 話說他都去了西班牙 那還有不單是西班牙 也都有呢 在那些書信裡 找到諸師馬跡 是他回到 小亞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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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住在開教的地方 繼續他的福存 啊 怎麼知道呢 到67、68年 他60歲了 是啊 59、59 到60歲的時候呢 麗爾綠王的期間 再次被捕 這次呢 就 就身體殉道了 是啊 在哪裏啊 羅馬今天的 三傳 三傳那裏被人 砍頭 為什麼他砍頭啊 因為他是羅馬公民 不能夠 用十字架刑 不能夠這些殘酷的刑罰 去對他的 只能夠刮頭 那百多六就用什麼 用十字架給他刀釘啊 這樣的方式 那 他是發放單 三傳就被砍頭 是啊 那麼百多六 什麼羅馬鬥獸場啊 不是 梵蒂江啊 就是梵蒂江 今天叫梵蒂江 今天叫梵蒂江 當時是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姓 聖 Peter Square 一路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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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制衣房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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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競技場 是馬車競技場 那裏 是啊 不是鬥獸場 鬥獸場 是另外一個地方 你還沒去呢 馬車競技場 你還沒去呢 你還沒去呢 看了羅馬朝聖子南 那裏有說的 是有說的 羅馬朝聖子南 李偉會的書單 李偉出版 李偉出版 我們和梵蒂江斟 我們呢 是和梵蒂江 可以說 當時我們欺憐什麼籌委會 是啊 我們拿到個版權 我們就進 所以你們的好書快點看 賣光就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因為應該不會再印 好 給大家看看十二頁 是啊 嘩我們一口氣講 一個圖看了三次行程 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你先找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最低的那個位 是不是 最低的 那至於耶路撒冷的北面 那你就見到 所有的行程 上北 然後就向西了 是啊 上北向西了 那你就找得到 它的傳教的路程 然後呢 我們給很多頁你看的 十三頁 你看到 猶塔爾索 十三歲 保禄的出身 是 去到耶經學習 跟著呢 追捕基督徒 二十七歲 去到大馬士革 然後歸化 去阿拉伯 又回到大馬士革 又回到大馬士革 那條路線呢 是的 都給你看到 不過我們用英文 因為我們得的資料 有英文 我們都不翻譯了 因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明白的 那跟著呢 就是保禄的 他不是第一次傳教 在第幾頁 第十四頁 十四頁 就是它一個 早期的路線 那 又大馬士革 又怎樣 逃去耶經 留了十五月 等等等等 你可以自己看的 是的 最後呢 回到去 安帝約基雅 是的 第四頁送戀 第五頁 就回到安帝約基雅 那剛才我們講了的了 那現在 第十五頁 這個事就是今天我們要讀的一段 是保禄的第一次行程 他怎樣 他由安帝約基雅出發 去哪裏 你見他一字行去那個島 叫塞浩路斯島 是的 山呢 就是怎樣 他由呢 龐菲 就去了 龐菲利亞的 培爾格 是 龐菲利亞的培爾格 就是Burger 是的 那由那裏呢 四了 紅色的就是今天會讀經讀到 是那個叫 Pesidia Pesidia 的安帝約基雅 那個呢 就用紅框框住那個 嗯 要記得那個 那個和序裡亞那個 是不同的 是啊 都見到了 它由 序里亞的安帝約基雅 就去到 皮色迪亞的安帝約基雅 不要一看到安帝約基雅 就以為那個是安帝約基雅 因為那個是序里亞的安帝約基雅 這一個是什麼 皮色迪亞的安帝約基雅 那重點呢 就是在這裏呢 被犹太人拒絕 結果他就決定 我要轉向外邦人 最重要是這裡 十六頁自己看 十七頁自己看 十八頁叫做自己看 十九頁自己看 二十頁自己看 看不明白 慢慢看 記得看 那個保禄歸依 那個要住 是在聖母城義堂的 現在你一直看 看到二十四頁了 就是今天 今天 我們所讀的《讀經一》 當時是公元的四十五到四十八年 那一次的保禄第一次出來傳教 他在安提若基雅出發 出發 那裏可以說 在那裏他被派在祈禱之中 他被覆首 以至到聲神簡選了他 那他出發 好啊 那我們讀一讀 我們讀完就明白 剛才我們說什麼 公讀《中途大事錄》 那時候 保禄和巴爾勒伯 由培爾格 經過各處 到了 佩色迪雅的安提若基雅 按食日 他們進了會堂 座下 有許多猶太人 和歸依猶太教的虔誠人 隨從了保禄和巴爾勒伯 兩人和他們談話 勸他們 不要堅持天主的恩從 下一個安息日 全城的人幾乎都聚集起來 要聽天主的聖道 反對保禄所說的 且加以辱罵 保禄和巴爾勒伯 卻放膽地說 天主的聖道 本來應該先講給你們聽 但因你們拒絕接受 並端定自己不配得榮生 看 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 因為主如此命令我們 說 我已立你作為外邦人的光明 把救恩大到地極 外邦人聽了都很喜歡 讚美主的聖道 那些被預定獲得榮生的人 就都順了 主的聖道 於是傳遍了那地方 猶太人卻挑疏 敬畏天主的尊貴婦人 及城中要人 發動迫害保禄和巴爾勒伯 把他們驅逐出境 兩人就當著他們 拔去腳上的塵土 往伊科尼雍去掉 門徒都充滿喜樂和聖神 尚主的話 我們看二十四頁 剛才說過 他們去了塞浦路斯 然後坐船過海 就由培爾間 經由國柱 就到了 Pesidia的安提浴機 在哪裏 那張相片 這張照片 你看看那派寫什麼 他說安食日 他們進入會堂 坐下 是保禄外國的 去到哪裏 他都去同鄉會 同鄉會即是什麽 會堂 那進到同學會 於是 算說了 有很多猶太人 歸於猶太教的虔誠人 外邦人 跟隨了 好了 隨從了保禄 巴基拉伯 兩人跟他們談話 勸他們堅持天主的人材 下個溫色日 再來一次 這次來了很多人 全盛的人都來了 要聽天主的聖道 嘩 猶太人一見這麼多人 大麻煩 就開始妒忌了 做地窒渡 反對 賣慾 我給大家看的就是這個環境 話說這個廢墟 我們考慮到大概就是這座聖堂的下面 就是當時保禄宣講的會堂 會堂的位置 後來這座會堂 被可以說改建 成為一座大的聖堂 叫做保禄堂 The Church of St Paul 你可以看一下 還有Google 你一Google去找 有很多英文資料 Persidia的Antioch 那你就見得到 有很多的遺跡 保禄就在那裡 要記得 那裡有劇場 有很多的 甚至找到羅馬廁所的 即是說是一個羅馬文化 羅馬的殖民地 老實說 由希臘到羅馬的一個環境 一個外邦人的環境 好吧 但是保禄 還有巴爾阿伯有沒有被他們嚇到 沒有啊 他怎麼說 天主的聖堂 本來就是應該先告訴你們 猶太人 但是你們拒絕接受 你們又自己不要這個永生 但是保禄 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 因為主是這樣命令我們的 我以立你作外邦人的光明 那把救恩大到地極 那即是怎樣啊 保禄 和巴爾立伯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外邦人的環境 外邦人的背景 你叫伯都禄去大 因為伯都禄懂不懂《希臘民》 你說 上一次都說 他們兩個根本沒有讀過書 是不是 他是什麼來的 漁夫 那巴爾立伯和保禄兩個呢 特別保禄 特別保禄 又紅又磚 他對希臘民 非常之好的希臘民 非常之好的希臘民 所以呢 他們用什麼呢 就是專去外邦人 天主祖宗 在他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裝備了他們 兩文三語的了 就等於叫我們香港人 去到哪裡都好 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馬來西亞也好 因為主如此命令我們 可以立你們作外邦人的光明 將救恩帶到美極 那又講地極了 是啊 所以這樣去辨認到天主的意思 還有啊 不僅如此 你看那個Youtube 我關於保禄 保禄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啊 他這個獅子型來的 你沒有東西做得住他的 他那個衝啊衝 他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你保禄的信 大家都知道的 他越是噪底 越是罵人的 一定是他寫的 因為他的性格就這麼光綿的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的 天主就用了 有時候每一個格呢 就是在心理学上 Disk的話 有獅子啊 又有猫子啊 又有狗仔啊 又有狗仔啊 貓頭鷹 都是天主創造的 在我們的內生世界 都會有這四隻動物 那總有一隻呢 是比較主角一些的 但是不等於其他沒有 而且都要平衡發展 每一隻都要和諧相處 互相的補足 但是你看下去呢 保禄是獅子亦多一些的 所以 天主用他的性格 又用他的出生 所以呢 可以說得 他現在這次在這裏 是保禄找到他的聖照啊 是他的第二次跪意 第一次當然大馬事隔 第二次在這裏 他開始認識自己的使命 我有些什麼呢 我沒有些什麼呢 沒有的就是猶太人對他的支持 有的是什麼呢 外邦人對他們的接納 他有的是什麼呢 是他能夠兩聞山語 就是這樣說 他已經熟習了和外邦人的求同 語文呢 為他來講 也都有可能 文化來講 他也都可以明白了 因為後來你看得到的 他去到雅典了 那他就已經 以為入鄉隨俗 誰知道又被天主刮一把 他又再歸了 好了 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今天看到這裏呢 這個就是一個轉捏點 福音現在由耶路撒冷 猶太 薩瑪尼亞 現在慢慢轉向外邦人 福音的信息 要圍住人類了 所以你繼續下去 外邦人 給他的反應 聽了都很喜歡 讚美主的聖道 而那些被預定獲得永生的人 就都信不了 主的聖道 於是全騙了那地方 薩瑪尼亞的安提爾基爾 是啊 然後呢 但是呢 很多有困難的 就是有些人 妒忌 不值得 就挑疏那些 敬畏天主的尊貴婦人 所以我最怕 託他的尊貴婦人 他們自命虔誠 所以他才會迫害你的 敬畏 發動去迫害保禄和巴爾納 立法 而且要將他們驅逐出境 於是 保禄和巴爾納法 就好像福音的變國 離開那個地方 那些人不接納 就 那個 忽去腳上的塵土 就去第二道 即是往灑脫地的 啪 就走了 那又怎麼樣 他做伊科尼翁 當然伊科尼翁今天 都出名的 是一個回教的派別在那裡 會跳那些 一些旋轉舞 自己運 很有興趣的 不過 伏筆就在這裏了 門徒是充滿喜樂和聖神 門徒充滿喜樂和聖神 你看到 在聖神 在冥冥之中 去安排了 吹逼近聖神 在這裏充滿著 保禄 充滿著巴爾納法 充滿著這個 復活的新興團體 所以他們 雖然面對這麼多的 可以說挑戰 甚至迫害 都能夠充滿著什麼 喜樂 那種喜樂 不是 怎麼說 那種 即不是儀器 都不是那一種 即是怎麼說 安逸的 那種喜樂 不是那種 在安樹區裡面 那種的處境 而是 在迫害之中 我仍然見到 天主的道 慢慢存在 見到人靈的得救 我已經滿心歡喜 聖神 就在這裏 這樣去引領著他 那今天我們要和這邊讀經 其實他一方面又有上兩個主日 那些 當時 伯多禄 就說 我要聽天主的話 聖於聖國聽人的話 我以能夠為基督的名字 受迫害為榮 那現在 保禄和巴以拉伯 他們一路走的時候 都有這種影子 但是 你一路跟著天主聖神的帶領 你就會見到 都是可以把福音帶給外邦人 做著聖神叫你去做的工作 為基督作證 是一脈相承的 還有 為什麽復活期 我們會讀中途大師 就是這個復活的團體 是只幫不住火 火在這個信仰的團體裏面 自然燃燒 去照亮整個人類 那在第25月 我們除了放了保禄行腳的三次旅程 都放了 就是他怎樣 在中途大師陸的記載之中 因為要雙蘇羅馬 最後中途大師陸的終結 就是福音 藉著保禄 就已經傳到去羅馬的照片 是承先啟效的 是的 好了 這樣我們讀這段讀經的時候 都經驗著 一個復活的生命就是這樣 不會 不會說 停滯不前的 而是福音那種復活的力量 取迫至你 有福同享 一定會將 幸福 將福音 去跟人分享 好啊 而且還充滿了 能力量的聖神 答長榮 我們是天主的子民 是他牧場的羊群 我們是天主的子民 是他牧場的羊群 你們應該名應上主就是天主 他造成了我們 我們非他莫屬 是他的子民 是他牧場的羊群 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 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 因为上主良善欢恩,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信实世世常存。 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 你解释一下这段。 这篇《圣泳》我一碰到的时候,都想起了一首歌, 光文雅写了一首歌,很兴奋的。 唱一唱。 全地都彪向,相知荣耀。 下次你练好一点,我们可以多点乐趣。 很兴奋。 唱得很好听,教区性乐团。 看一看第27页,看了全篇《圣泳》。 各位,真的只有五节。 这一篇《圣泳》是非常短的《圣泳》。 而且这个主日的《圣泳》已经只有第四节没有唱。 整体来说,他是一篇感恩的圣泳。 而韩诚良神父也提出我们,在古敘利亚日本的时候, 也提出了一个标题。 就是祈求天主赏赐外邦人,归向真正信德的诗歌。 所以他是有点邀请外邦人一起来赞美天主。 所以在第一节说,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 全地都要向上主欢呼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邀请万民来赞美天主。 但是你看他的行文就知道了。 一至三节是邀请万民来圣殿赞美造物的上主。 大家兴高采烈地来侍奉上主。 走到上主面前欢呼。 第三节,他说你们应该明认上主是天主。 其实上主就是阿道拉。 他的希伯来原文是阿威。 就是那个不要喊出声的名字。 尤其是我们在礼仪的语文, 我们要尊重犹太人。 所以我们不会用阿威。 因为他们都不敢, 我们要起敬起为, 不敢读出来的名字。 我们就找一个替代词, 就是上主。 他这句话上主就是天主, 就是说我们承认上主为王。 所以这一篇圣名是属于上主为王圣名的其中一篇。 其他的就是四十七、九十三、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等等。 特别是我们都说过, 圣名第九十三至一百都是属于赞美天主为普世君王的诗歌。 这个君王亦都是御是墨西亚君王, 他的王国万世无疆。 这一节也是今天我们的答句, 因为上主是天主, 他造成我们, 我们非他莫属, 我们一定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他的人民, 我们是他牧场的羊群。 在这一节里点出了我们在善目主日找到我们的身份。 而第四和第五节是属于这篇圣名的第二部分, 是歌颂上主的人词和信实。 特别是我们在第三个诗节说, 相主良善欢仁, 他的慈爱直到永恒。 他的诗高亦是他得忠信世世常存。 忠信不能用于天主, 是他的信实。 他言出必行。 他答应过的, 他一定实践, 是世世常存。 在这里大家都要注意, 如果用羊群和牧者去表达的话, 这个一定是龙间社会。 对不起, 是游牧民族。 对不起, 是一个游牧民族。 老实说, 犹太人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慢慢慢慢定居于巴勒斯坦, 才慢慢和当地的那种龙间社会迎合, 或者结合起来。 那你记得, 是吧? 选立达利的时候, 达利是什么? 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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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们会往称, 那个领袖做木井。 回去第26页。 巴勒斯坦地区, 圣经都有讲的, 是走在羊的前边的, 原来是木铜。 那它走在木铜。 那它走在木铜。 那它走在羊的前边。 它管理就是头羊。 因为其他的羊就跟着那只。 头羊。 头羊。 那木羊人就怎么样? 在前边, 跟那只头羊一起走。 所以是一个带领的作用。 也有一种可以说, 让这些羊群, 找到青绿的草场, 找到这个是安气的地方。 这样。 所以呢, 在我们所选读的答昌榮里面, 第二节就是这样。 你读出来。 你们应该明认, 尚主就是天主, 他造成了我们, 我们非他莫熟, 是他的子民, 是他牧牆的羊群。 所以刚才你说的, 这篇答昌榮, 让我们找回我们的身份。 也都因为刚才说的, 这个中途大事录, 虽然我们是外邦人, 但是, 我们都尽属上主的子民。 因为福音是为万民的。 所以普世大地, 我们都要向上主欢呼。 因为,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天主的。 没有一个人, 不是上主的子民。 好了, 这样我们呢, 进入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录。 我们又去墨士录了, 墨士录了。 28页我们都看过了, 这里可以大家继续看了。 最紧要看的了。 29页就是当时的浪漫王。 是, 多米田共了。 多米仙。 好, 更好一点。 你要记得, 它是迫害教会的, 杀害基督徒的。 而且呢, 它这个专权, 都要将自己当做, 是什么呀? 主, 当做神的。 那你见到,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你猜基督徒在这个处境下会怎样呢? 大家明白了, 香港人就很明白了。 那于是呢, 它就有很多呢, 一些暗语呢, 去表达一些东西的。 那今天呢, 我们读到的, 就是30页里面, 你解释一下。 证文的部分, 我们上次读了导言的。 读的部分是第五章, 在导言里面, 打开天庭的景象下, 寶座、书卷、羔羊下。 那这次呢, 在下面的第一个, 下一个回合呢, 就是七个人。 那它因为有只羊嘛, 书卷嘛, 卷着有七个人嘛, 那这只羔羊就逐个人来打开。 打开它。 就是将天主的, 可以说, 那种的迷底, 那只章, 其实都紧张的, 是面对着, 哎呀, 怎么会社会这样啊? 为什么, 一个都叫做, 选举的? 是啊, 哈哈, 为什么一个世界会这样啊? 是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它要揭开给你知道, 一个迷底, 它隐藏的是什么, 所以叫七个人。 七个人。 好啊。 你要知道, 那七个回合之后, 才会在大结局。 是啊, 它时时都是, 那七个七的意思, 就是好像, 就是怎么说, 打七个回合, 那就是第七个人, 就不用打的, 因为杨先生, 是谁? 天主。 OK, 冲击一定在。 那我们读的时候, 要小心, 七个人嘛, 今天其实我们读了, 其中一个, 很小的文章。 我们竟然由第七章开始。 是的, 不如我们由第七章开始, 给大家看看, 三十一言。 好了, 讲第一个人是什么? 第七个人, 这是第六章来的。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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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言, 第六章。 好了, 他讲七个人, 第一个人是什么? 第一个人的时候, 马会跑出来, 骑马那个人是打着那把弓, 而且有一个官面。 那你明白的了。 不明白,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是啊, 握着那把弓, 戴着那把, 王军。 你猜那是谁呢? 你看的了。 她告诉你, 是成利者, 伸责百姓。 打倒也赢, 很快的。 是的, 第二个就是, 什么马现在是红色的, 红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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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还要拿着一把刀。 除去和平的权柄, 即是说没有和平的, 怎样? 是这样的。 進行殺陸 比此殺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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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的 似什麼 你打我我打你 那現在可以說嗎 算了 好了 這些就是默示陸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你自己就 不明白 你自己看 好了 第三個一 黑馬 拿著一個天平 是 天平 還說那些墨竟然會 一得納 很貴 即是墨價上漲 墨價上漲都頂不順 是啊 記放 好了 第四個印 還有民不料不生 第四個印 是青馬 哎呀 青馬來了 叫做死亡 叫做死亡 陰間 是瘟疫 那所以呢 它在第八個尾裡面 都是說這四隻馬 加起來是統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權兵 四分之一 不要得戚啊 你以為很厲害啊 這些喪治很有趣啊 是啊 那等一下你會看到的嘛 是啊 是不是 各幫各各元 各各各各四個嘛 嗯 天主統於一齊 你在這裡天翻地覆的了 你都只不過很小部分 天主會來懲治你 是啊 所以呢 勒極也是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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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第三天就會怎樣 由死者終復活的 所以你勒極三天 第三天就已經由死者終復活了 好 下面那張 三十二 是啊 其實有很多這些圖 你自己Google它 其實麥士陸的寫法 就是可以畫得出來的 畫得出來的 畫得出來的 圖畫 那你看 青馬代表什麼 你先調一下 白馬先 好 隨便 右邊白馬是戰爭一把弓的嘛 然後紅馬呢 拿著大刀呢 是說兄弟相殘 那隻黑馬呢 拿著的稱是說飢荒的 而青馬呢 死很多人呢 是瘟疫的 小心啊 那不是很難明白的 不明白 是不是在說2022年呢 是啊 或者在說2019年呢 什麼時候都回答 都怕在說現在 什麼時候都回答 好了 33頁了 剛才四個印 現在第五個印 第九節那裏是第五個印 這裏真的要講 讀出來還好 當高陽開啟第五個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下面 那些曾為了天主的話 並為了他們所持守的證言 而被載殺者的靈魂 大聲喊說 聖結而真實的主呀 你不幸審判 不向世上的居民 為我們的血薪冤 要到幾時呢 那跟著他們呢 為他們呢 為他們每人呢 送一件白衣 告訴他們 還要靜候片時 直到他的同伯 和那些將要和他一樣被殺的弟兄 達到了圓滿的數目為止 那很明顯 那很明顯 基督徒的被殺 嗯 的迫害 所以呢 他說是祭壇 那 就是天主保護的 嗯 他們都是祭品來的 嗯 但是天主所保護的 是啊 就是當時已經有不少人被殺了 是啊 所以呢 他們哭怨了 是啊 聖結而真實的主呀 還不審 還不審 還不向地上的居民 為我們的血薪冤 要到幾時呢 那其實今天的人都有的 嗯 面對這個世界都會問 有多少人在受苦 那些人在受苦 為什麼聽著你還不審判呢 還不出手 那這裡呢 我們放了兩張照 是 大個幅先 我們的主教座堂 解釋一下 我們的主教座堂 其中一個 舊祭台 虎難祭 小聖堂 你可以說 是 你看到 祭台正宗 就是耶穌的虎像 我們叫虎難祭台 虎難祭台 這樣 而祭台下面呢 你看到正宗的 最頂的就是 聖母普聖師 中間的耶穌背十字架 那這個祭台 那祭台底有什麼呢 我們由2000年 10月29號開始呢 就將中華誅聖及珍福的聖毒 放在這個虎難祭台下面 當時呢 你都告訴我 什麼 什麼殉道者的血 在祭台下 你哭冤 原來就是默士陸這裡 是啊 我早就告訴你了 真的 我們為什麼要把 這些中國的殉道者的骨 放在那裡呢 他們在那裡哭冤 在那裡作證 聽不聽到嗎 Ernest 聽到嗎 他們說 主啊 為什麼你還不審判呢 為我們申冤要到什麼時候 但是天主給他們每人一件白衣 是啊 這個伏筆來的 是啊 一會我們會讀到的 白衣 記住吧 白衣 是啊 然後安慰他們 等 你要等 要等 事後會到 事後會到 是數目未到 要等個數目 是 為什麼啊 這樣 事後未到 天主的審判一定來的 不過 如果不是今天 就怎麼樣 必在他日 肯定的 只不過 現在還是個過程 好了 於是 我們到第三十四頁 哇 還有第六個印 這樣呢 以後我看見 當高陽開啟第六個印的時候 發生了大地震 太陽變黑 有如粗無衣 整個月亮變得像血 大地震 太陽變黑 月亮變月 哇 天上的星神 醉落地上 有如無花果樹 為大風所動搖 而醉下的未熟果實 天也隱退 有如挑起的書卷 一切山岳和賭罪都移了本位 哇 就是 世上的軍王 首領軍長 夫人 勇士 和一切圍爐和自由的人 就是 都隱藏在動月和山嶺的岩術中 你想想那種景象 是的 好得人怕我 好得人怕 當然 他們叫山岳和岩石 倒起我們身上遮蓋我們 避免那座在寶座上的面容 和高陽的震怒 就是剛才說天主的審判來沒有 審判來沒有 來得沒有 來得沒有 還為我們身軟 是的 接著第六個人就出現了 怎樣 大地震 太陽變效 月亮變雨 天上的星神 天上的星神 墮落 被忍退 山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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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罪 都移毀 移毀 是嗎 所有人都躲起來 躲起來 躲起來 然後呢 講出 其實不是的 天主 震怒來了 因為他們發露的日子已經來臨 有誰能暫立得住呢 為什麼你選擇這兩張照片 上次的日子 我記得你真的有這些 去講的話 那些人很喜歡畫出默示錄的場景 真的 上一張是畫出來的 是的 下一張是意象圖 那個意象圖是什麼 核戰 核爆 就是人類自己毀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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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看到嗎 嗯 好了 這第六個人 第六個人 第六個人 一展開之後 立即有個不同的景象又來了 剛才就是 大地呀 山嶺 很多人害怕 很多人害怕 會怎樣呢 我們今 跟著呢 就去到第七章 第七章 先看第一至八節 跟著讀經二是由第九節開始的 是啊 今天我們的讀經 是接著這堆講的 它說什麼呀 這是以後 我看見了四位天使 站在大地的四角上 握住地上的四股風 不讓風吹向大地 海洋和各種樹木 我又看見了另一位天使 從太陽出聲了地上來 拿著永生天主的刃 大聲向哪領了獸 大聲向哪領了傷害大地和海洋全病的四位天使呼喊 說 你們不可傷害大地 海洋和樹木 等我們在我們天主的眾部押上 先蓋上人 以後 我聽見 蓋了人的數目 在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 蓋了人的 共有十四萬四千 夠了 這個呢 很有趣的 是啊 有節制的 是啊 天使控制著的 是啊 有個天使來按住那四個 是啊 四個天使 對不起 四個天使 站在大地的四角 抓住 那四股風 那四股風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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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可以傷害 你們不要看前面那些人 明白嗎 在這一切的災結裏邊 有天主的手 嗯 在這裡控制著的 那我見到另一位天使怎樣 由東邊而來 是啊 從太陽出星之地上來 是啊 即 怎樣 由東邊而來 由東邊升上來 是啊 拿著永生天主的印 永生天主的印 怎樣 就先要蓋上天主的中伯人 額上蓋個人先 即是哪些屬於天主的 扔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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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會得救 是啊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 天主現在 他的審判 他的拯救已經出現了 是啊 在我們身上 扔印 是啊 一共有多少個 十四萬四千 是以色列子孫 留意 那為什麼十四萬 所以他數出十二支牌 每一個支牌有一萬二千 一萬二千乘十二 就是十四萬四千 即是全部這樣 是啊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數之不盡 因為他十二支牌 所以就是十二的倍數 十二萬四千 十四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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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四 就是這樣 原來天主的子民 被天主蓋上任 屬於天主的 是多不勝數 而且是十四萬四千 四千 全部屬於天主的 好 好了 有了這個背景 我們聽今天的讀經 現在誰讀 現在你想著 你走上那個讀經台了 哇 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你所宣佈的 是七個人 裏邊第六個人 的高峰 公讀默示錄 我若望 看見有一大火群眾 沒有人能夠數清 是來自各邦各 各支派 各民族 各義與的 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持棕女志 大聲呼喊說 救恩來自那座在寶床上的 我們的天主 並來自羔羊 於是所有站在寶座 掌勞和那四個活物周圍的天使 在寶座前 苦福於地 朝拜天主 說 阿萬 願贊眾 光榮 智慧 清謝 專威 權能和勇毅 全歸於我們的天主 至於無窮之勢 阿萬 掌勞中 有一位問我說 這些穿白衣的人是誰 他們是從那裡來的 我回答他說 我主 你知道 掌勞之中 有一位告訴我說 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 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 洗淨了自己的衣償 使衣償說白 因此 他們得以站在天主的寶座前 且在他的殿內 日夜侍奉他 那座在寶座上的 也必要住在他們中間 他們 再也不餓 再也不渴 列日過任何炎熱 再也不會損傷他們 因為 那座寶座中間的羔羊 要目放他們 要令他們 到生命的水泉 天主 也要適去 他們眼上的一切雷恨 上主的話 感謝天主 留心 有扮人 即是十四萬四千 上文是以色列支派 現在就是一大火人 是各邦各國之派 各民族 這些不是那十二族 是啊 就真是各民各族 已經超過了 是啊 當時就以為 十二支派 十四萬四千 等於 無數的以色列民 但是現在呢 說明是各邦各國之派 各民族 各國 在哪裏寫的這本書 帕特摩島 是什麽島 帕特摩島 不是在猶太的 土耳其和希臘 今天是屬希臘的 管治 是啊 希臘文的 他的網頁 所以呢 外邦人 外邦人 所以各邦各 各支派 各民族 各議 記不記得 那四個天使捉住了 看見 那這班人做什麽 站在寶座 和羔羊前面 一聽到寶座 當然是天傳 是啊 羔羊是誰 被宰殺的羔羊 被宰殺的羔羊 耶穌基督自己 他就是那隻 無罪的羔羊被宰殺 身穿白衣 所有人都穿白衣 守拿忠女之 勝利的標記 和平的標記 就是耶穌入耶路撒冷 他們都叫他 跟隨他 賀山立 賀山立 都是勝利的姿態 好了 穿白衣 其實下一段就講到 這些人 他們白衣 為什麽呢 就是由大災難而來的 大家都曾經在羔羊的血之中 洗乾淨自己的衣服 所以是白衣 所以 就是參與基督的苦難 所以在羔羊的血道 洗淨自己的衣服 可能他有罪的 但是他參與基督的苦難 正法 所以 在這些苦難之中 他得到潔淨的 人有時候衰 好像教授方澤哥說 有些罪 不是你捨不捨得罪聖神的罪 是你已經裡面腐化 你要用一些方法打開那個 防禦的規格那種起降 才能夠被聖神所医治 所以有機會是這樣的 當我們參與基督的苦難的時候 這個苦難的本身 就醫治了我們 結證了我們 使我們不再在罪過之中 以致我們的衣服 是雪白的 好了 這個重要的 我們找到這些 一些照片 他想表達了 穿白衣 第一張 高一點那張 當然 畫到這個場景出來 是很過得 畫到這個場景等等 第二張照片 就是我們穿白衣的時候 是我們領洗的時候穿上白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其實我們都在參與基督的生命 當我們參與基督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都參與他的苦難 在參與他的苦難堅持到底的 我們都可以說 真是超次他 已經脫離罪過 可以說穿上了基督絕天白的衣裳 那繼續 他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那讚美天主 好了 去到這一段之後 突然變了 是什麼 所以 補助中間的羔羊 要親自目放他們 帶他們去生命的水泉 這個發展很漂亮 很漂亮 古老的聖堂 在羅馬 時時都有這個場景 我現在給你看個章 就是羅馬 在Pieser-Venezia 那間聖馬庫的聖堂 羅馬聖馬庫 阿爾谷 那你看到雖然 往來好像是典營 那些羔羊 那些漫畫 但是無論怎樣 這個整個默示錄 表達到出來的 是啊 所有的羊仔都在朝向中間的羔羊 那個羔羊是什麼 在寶座中間的羔羊 要目放這些羊群 要領他們到生命的水泉 如果你打開看 那個羔羊 站在這座 就是新的喜翁山上面 地堂的水泉 流出四條活河 然後灌溉整個大地 大地 是清草 重生 亦都有花園感觸 這樣 在這個天堂也好 地堂也好 這些羊群被目放 而且天主也要抹去他們 眼上的淚痕 一切淚痕 所有的痛苦 那大家看到這個表達 很默示錄的 大家見不見到 那四個活脈 中間的是基督得聖的 大臨者基督 左右的百多禄保禄都穿上白衣 那你看看中間的耶穌 旁邊的聖者都是白衣 由羔羊的血獲得潔淨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你知道什麼 基督徒 你們被目放的 這個曾被宰殺的羔羊 要目放我們 帶領我們到生命的上處 它會抹去我們眼上的淚痕 而且當我們參與基督的苦難的時候 我們自己呢 都被基督的這份愛 這份犧牲 結證了 我們再不墮落 再不在罪惡之中的生活 我們已經穿上白衣了 手持中女志去認證 這個是今天讀到的話 是要講出我們將來 但也講到我們的現在 一個復活的生命 就是這樣的 能夠面對這一切之後 應究絕狀成長 能夠事立為天主台前 走到生命的水泉 好了 還有為什麼你加了八章一節 是的 記得我們剛才 由第六章開始 讀過那些四個印 那四隻馬 然後第五個印 就殉道者的血在制台下面哭冤 第六個印 就很多很恐怖的景象 然後這些穿白衣的人 即身天生地的出現 是的 然後這一段的下一句 第八章第一節 就告訴你 高揚開啟第七個印 那個時候 天上靜默了約半小時 這套才是第七個印 第八章才是第七個印 沒有話說的 靜的 就是靜默 是一個奧秘來的 天主做的 等天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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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半小時 嗯 是一陣間 這個陣間很重要的 嗯 跟著下去的 其實他都想說的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教會受迫害 當然是 有時候不是延續的 有時候都會靜默的 一陣間的 有時候都會停一停的 但一切都在哪裏 在天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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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看第三十八頁 是的 英文真的這樣畫了一些圖 二三四五六 就是剛才說過的六個印 第七個印 第七個印 靜默 半小時 這個都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給天主做的事 嗯 讀完經之後靜一靜 那在那個葬禮裏面 嗯 我第一次遇到的 就是火葬牆的員工 告訴我們 辛苦啊 那個電梯壞了 你要等多十到十五分鐘 火葬牆哪裏有電梯? 那副官木耀 是這樣的 不敢 真的是怎樣 下去了 下得去 那個官木不下得去 哦 他真的走來和你說 是啊 我剛才告訴我 神父 神父幫忙 幫忙 於是呢 我已經講到長了一點 然後我想靜默大家 天上第七個印 靜默一陣家 哎呀 誰知道 各位聖人走出來 不如我們唱一下 那是吧 諸聖土文 我跟他說 不要因為這樣 要塞滿了所有東西了 讓大家安靜地等天主做事 我們免懷天主的慈愛 免懷望者和我們之間那種的恩情 免懷天主的拯救 免懷我們將來天上的重複 很值得的 靜默 所以各位兄弟姊妹 在這裡都會想起 有時痛苦煉靜一個人 正如一恩講及一望者 他說是他的病治好了他 嗯 明白 即是他遵遇的這一種處境 是幫他洗身革命 回頭改革 有時我們面對這些衝擊的時候 是幫我們找到自己 找回我們自己 我們在這些衝擊裏面 找到天主和我的關係 好了 我們去福音了 嗯 都講過了 甲月秉年的復活期第四主日 都是讀《若望福音》第十章 即是在第四十一頁 沒錯 對了 我們又再看回這個安排 這樣我們現在就聽 這樣留意到 第二頂年就會著墨多些 基督事務將永生賜給我們 而且今天的福音很短 所以真的非常留意 宗讀《聖約望福音》 那時候耶穌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 他們也跟隨我 我把永生賜給他們 他們 他們永遠不會喪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中 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 我父超越一切 為此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中 將他們奪去 我與父原事一體 上主的話 基督我們讚美你 聽完異常這麼多 讀經一讀經二 這段根本都不用教了 耶穌說什麼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會跟隨我 我就將永生賜給他們 他們永遠不會喪亡 還有沒有人能夠 沒有人能夠將我 將他們由我手中搶走 沒有人能夠搶走他們 那就是我自主的羊 台灣有首歌 就是我要聽 我要聽 我要聽上主的聲音 很美 然後我父將羊賜給我 我父超越一切 為此誰也不能夠 由我父的手把我的羊羊 跌去 跌去 我走 因為我和父原是 就是幾大的困難 都不會 沒有東西做得住天傳文化 一句說話說 那羊這個概念 特別在羅馬的地下墳場 地掛 是很多的 那原因 在羅馬的一些神話故事 一些傳說裡面 都有個牧羊神 那它吹笛 是很惡邪的 會 吸引到羊群 去到它那裡 它會安慰那些羊群 那這個便是響徐宗 可以說 禁相添法 所以我們找到很多相 都是一些 羅馬的地骨 基督徒的地骨裡面 所畫的基督善目 是啊 有時候我們 香港人 我們都不是很明白 什麼叫羊群的 有時候 好像羊眼煲 黑草羊 我們不明白 但是直到你去到大草羽 你真的看到那些羊群 那你就明白 它只不過是取材於他們日常生活所見的 就去表達 就是天主 直到耶穌基督 他怎樣 領導我們 怎樣使我們 獲得新的生命 在一個 新天新地裡面的生活 那這一點呢 就讓我想起 我們的信仰是什麼呢 是這一套價值觀嗎 是一套界明嗎 一套烏托邦的理想嗎 或者只不過是入學的條件呢 或者是我 追求名誠利咒 深安理得 的麻醉劑呢 其實這個禮拜 各位 我受到很多衝擊 的 有一天 好像現在這樣 都七點多了 有個家長打電話給我 神父 你在不在那裡說 我帶兒子來辦告解 我說七點多了 為什麼要辦告解啊 他怎麼這麼大的罪 要現在這麼急 辦告解呢 不是啊 因為學校 然後呢 說 他從零聖體 要辦告解啊 他都沒等我講完 就叫 我的兒子跟你講啊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今天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零聖體 也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 辦告解 那兒子就說 是啊 我下課 補習之後媽媽來接我 老師說媽媽 如果我要從零聖體呢 就要先辦告解 那你什麼時候做零聖體呢 沒有啊 老師只是說 我要辦告解而已 那我就問了 那你昨天 因為星期一還沒打你 那你昨天哪裏參加零聖體呢 那我兒子就立即回電話 媽媽了 因為兒子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零聖 那我就說 哎 姐妹啊 你 有沒有帶個兒子參加零聖 他說我領了死的了 我說什麼時候領了死 那你有沒有每個主日參加零聖 神奉我領了死的了 那領了死你就每個主日參加零聖 就是你結婚呢 應該每晚回家幾分的 那他又回答我了 我領了死的了 我們什麼時候領死的 我2015年領死 那你是不是2015年之後 你沒有參加零聖呢 真的這麼體諒 那我說這個小孩子 為什麼會領死的 是不是跟你一起的 不是 因為他爸爸是教友的 那他爸爸有沒有參加零聖 他爸爸是教友的 那有沒有參加零聖呢 都說他是教友的 那我真的有點摸不著能 什麼東西使你是基督徒 什麼東西使你是教友 是天主和你的關係 不是只是 表面上 洗濕個頭 浸濕個身 這個洗禮本身 是表示出你和天主的關係 與他同死同生 是你和天主的關係 那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我說不要緊 不要緊 不如這樣吧 你和你的兒子 和你先生 一起回來聖堂 那跟著他問我 神輩你聖堂在哪裡啊 咦 我來打你 哇 那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 我只不過google 找天主教堂 那就成七點了 我打他都沒有人聽電話 只是打你的聖堂 有人聽電話 他還把你私人的手機給了我 我說是呀 這個是我的私人手機 多謝你給我電話 我說你來啦 因為真正要辦告解的 不是你的兒子 你這個兒子 有多少罪呀 是小學的 三年級 是你兩個做大人的 怎樣培育他呀 為什麼他領導勢 你領導勢 你先生領導勢 我都不明白啊 你來和我聊一下吧 所以各位 大家反省一下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要怎樣 跟隨我 我將命生賜給他們 他們永遠不會瘦亡 誰都不能夠從我身中將來 然後我遇乎願死 是一個關係 是一個關係 真是聽到他的聲音 要懂得跟隨他 我送他的聲音 他送我 他知道我的心 我知道他的心 我跟他的仲瓜 事實上是我原來羊有名的 那些羊有名的 他懂得聽自己 牧羊人叫他的聲音 那些牧羊人也認得到他的 那些牧羊人也認得到 原來那些狗也認得到 哎呀人不認得 難怪了 在伊撒爾的聖誌書第一章 就說 連那些牧羊人也知道自己的主 也知道自己的狗 天主的子民 你們 連自己的主 你的狗也不知 所以耶穌威瑪從中擔心 伊撒爾 第一章 所以兄弟姊妹 我告訴你這件事 哎呀我受到很大的觸擊 其實這一個呢 都只不過其中一個故事 還有三個要求見真見真 因為我趕著移民 那我就說 不如我寫封信 使你們在那邊 因為你都未曾 未曾 就是完全地 這個兒子的培育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哪個培育 因為只不過我打電 我逐個打的 嘿 陳小朋友 你有沒有參加尼莎拉 小朋友很率直的 他說媽媽說不用了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搬屋了 那叫他媽媽來聽 那我說不如這樣 我寫信你過到去就好了 他說不行 因為他今年四年級 過到去就立正要讀方文 方文的時候 那那個學校呢 就要填一封信 就說他坐領聖帝米 領堅振利 那我就寫下去了 告訴學校 你是領了一輩子的 他呢 沒有去參加尼莎的 其實當時他答應天主 說呢 要真是培育他的子女 原來有些自救的 那就請那裡的神父 盡量幫你了 很困難 所以兄弟姊妹 今天的善目主日 不只是說神父受侍受慮 是說家長 各位家長 你是子女的善目 你要帶領你的子女 找到他的榮生 找到他真正的人生 是天主內那種 喜悅 那一份幸福的生命 進入天國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是辜負了天主 給你做父母 那一份的恩典 我沒有想過要講過 我真的在講今天的福音 我保養生賜給他們 讓他們永遠不會喪亡 有善妻做神父很難 一個怎樣叫好神父呢 你沒有參加禮禮 不要緊 你兒子沒有參加主日樂 不要緊 有個神父 我小時候 地獄信證裏面 我看很多地獄的 所謂的熱心書籍 他說有個神父 很好人的 個個都爭他 從來不會得罪教友 死了 下了煉獄 天主給他的恩典 叫他顯現出來 去勸勉教友 你是羨慕 那你繼續做 教友就說神父 為什麼你會下煉獄呢 他說 因為我們看到你錯 我為了要扮好人 又怕你生氣我 又怕你去主教面前告我 又說我呢 又有情緒 於是我就不出聲了 我就對你笑笑了 我看到你的兒子一路墮落 我真的在提醒你 我又不敢提 我只能夠說 哎呀你的兒子真是乖 我為他祈禱 那他的跌倒其實是我的錯 所以各位教友 我現在在連獄 是為你們在做報索 因為我錯了 沒有提醒你們 所以我現在在連獄 為你們做報索 這個故事我記到現在 所以各位教友 麻煩啊 你的報索你做回 我的報索我做啊 雖然我有責任為你們做報索 但是希望你 真是做回 你作為父母的責任 還有啊 他又告訴我 為什麼他沒有參加 唐區主任學友 我又爆內幕了 他說因為呢 學校會有的嘛 怎麼知道現在疫情了 又Zoom 那就取消我過頭 取消得很快 各位教授你們聽 天主 天主 將子女是給你 你不要將他給學校啊 所以第一個責任 培育子女的人生 是父母 家教 有時候 有時候我見到那些小孩子 當我畫十字的時候 他都懂得畫 很明顯 父母教他的 因為他一歲兩歲都可以的 但有些到六歲畫十字 還用兩隻手畫 那他有主日學的 不過主日學一個小時之後 我又沒有參加 離聖班到 我根本都沒有畫到 那你就不理 於是就說 學校 其實第一個責任是你 因為你帶他領洗的時候 你應許了 要用你的信德去再陪他 那跟著還有些 聖堂要幫你的 唐區要幫你的 所以就提供離聖 提供主日學幫你 這個你的團體 這個兒子在這裏 有朋友 這個兒子在這裏有團體 這個兒子在這裏 慢慢和父母 在參加離聖 參加主日學 參加團體的生活的時候 真是明白什麽叫教他 固然入學是好的 學校提供一些道理班 都是好的 但是學校會放假的 還有學校會完的 六年班就怎樣了 拜拜 跟著到方式就怎樣了 拜拜 所以唐區是沒完 唐區每天都在這裏 每年都在這裏 但是不能夠取代你的家教 不能取代你的家教 不能取代教會 這個團體的培育 和在團體之中的成長 所以各位家長 趁這個善慕主日 我說我的委屈給你知道 是為了 我可以減少些煉獄的痛苦 因為現在 我已經 和你一起在煉獄裏面 我都沒有說那麼多 你說下去吧 不是 我想都要講 都想起想講 就是各位 趁難得開回黎薩 善慕主日 各位家長 都真的要 帶小朋友回實體黎薩的 哇 我送個麵包給你吃 老公不回家 只是在那個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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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照片給你看 你滿心不受過 是不行的 是個關係來 所以我多謝爸爸媽媽 多謝我婆婆 是她帶我走上了 不跟隨善慕基督的路 希望你的子女有一天 多謝你 真是天主引你盡教 怎麼說 一謝天主降生救贖之恩 一謝天主降生救贖之恩 二謝天主 謝罪慈重之恩 三謝天主 賜我盡教人 我聖天之恩 好 四三頁你說 在地藥天裏面都有介紹這些 在Catacomb裏面的事目的圖像 大家可以慢慢看 四十三四四 四十五 四十五呢 理解了 俄馬的Santa Maria Tasta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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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都畫了這個羊群 今天叫獨經 是 有另一幅 是 一樣的 那隻頭羊 耶穌 他引領其他的羊 走進這個天國 是的 介紹這間聖堂的四十六、四十七 接著四十八都是 那四十九 獻禮經 上主 求祢恩賜我們 藉者如月奧積 事上獲得喜樂 並求祢在我們身上 繼續施展祢的救贖工作 使我們獲得永恆的喜樂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祢苦聽我們的祈禱 所以復活快樂 是的 為什麼 復活呢 是一種的生命形態來的 所以求祢在我們身上 繼續施展祢救贖我們的工作 使我們獲得 永恆的喜樂 所以不是祢在世就圓 那種復活的生命 就隱藏在祢的生命 基督就在祢的生命裏面 幫助祢 慢慢慢慢 獲得永恆的喜樂 你仲謝詞 一、二、三、四、五個 是的 那 不如我們讀一讀第二 是一個 很漂亮的 主聖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們時事歌頌祢 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由於我們的如月節高揚 基督已完成了犧牲 現在 我們更當隆重地讚美你 基督使我們重生 成為光明之子 祂又為信眾開啟天國之門 引領我們邁向永生 基督以自己的死亡 縮回了我們 使我們免於死亡 祂又以自己的復活 復活了眾人的生命 為此 普世萬民 讓日著復活的喜樂 勇約歡騰 同時 天上的掌權者 和大能的天使 都同聲歌頌祢的光榮 不停地歡呼 聖平 聖平 不必解 是香港的 很漂亮 各位自己看 我們一共有多少個重蟾字 有五個重蟾字 每一天全都欣賞得很多 好了 五十五個頁 好了 善目復活了 她曾為自己的羊群交出聖命 甘願為他們接受死亡 阿里路亚 领圣体的时候做这个默想 基督和我的关系 基督是目为我而交出圣明 甘愿为我而接受死亡 如今去复活 这样我们要和他一起享受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张照片其实去年我们用过 在Ravena的一个墓室里面 很漂亮很著名的 就是善慕基督引领着这些灵魂 就是永生的徒墙 好 这段的领主荣就不是说 你看他没有出处的 在黎撒书里面 一直放在这个领主荣 就是他没有圣经章节 不过他已经将圣经的章节 融合起来 所以你很清楚的善慕父了 他为自己的羊群交付了生命 甘愿为他们接受死亡 阿里 是老啊 好 令主有敬 天主 我们的善慕 请谁顾你圣子 以补血所救赎的羊群 带领我们到达永生的草场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扣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所以羔羊的血洗剩了我们 而去以补血救赎了我们 就会想起今天默示录所说的 让我们穿上白衣 是呀 很漂亮的 穿上白衣 其实很容易想的 今天蔡司牙城河问我 什么时候有身高有这么欣赞啊 全部穿着白衣啊 是呀 好的 一定要穿上白衣啊 哇 那你就见到了 不过他们要在羔羊的血里面 洗剩 是啊 今天的默示录 怎么出这一点啊 特别香港 特别在这个世界的处境 作为基督徒不能 不是参与 这个 基督的苦难 然后在那里 我们复活起来 好了 那么 第五十七页 我们用这一页的内容 作为我们今天 道上的 一个祈祷结束 天主以借他唯一圣子的复活 为然救赎了你们 我们 并收纳你们成为天主的义址 愿天主降福你们 并使你们充满喜乐 阿们 天主既以他救赎之恩 把永远的自由赐予你们 愿天主使你们成为永生的继承人 阿们 天主既使你们 既使你们 既使你们 既使你们信 信德和洗礼 分享基督的复活 愿天主带领你们 今世都正值的生活 日后能进入天上的扶架 阿们 不过突然之间我想起 若望福音社是公园的 大概95到100 其实都和多米田共一切的时间 那就是说他在指责的都是统治者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清晰 君王 是不是 就是那个 牧羊人来的 天主是真正的牧羊人 在天主的引领之下 那这些领袖都是牧羊人的 所以今天的福音都是提醒他们 是 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不但提醒家长 提醒老师 提醒神父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是人们的今世的一些领袖 都要的 明白啊 好啊 好啊 下个星期5月10日同一的时间 就是道上复活期第五主日的丙年读经 那记得 可以先下载了个PDF 一边看一边听 好了各位 我们真是祈祷 特别请你为圣诏祈祈祷 在我堂区真的在历萨 都很多了 我们星期六有 提前历萨是由两点半三点九六点 星期日早上八点半十点 十一点九一点半 还有六点 还有六点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加开一些历萨 星期六晚上呢 我们都要留给一些菲律宾团体 或者是印尼团体 他们一个月都有一两次在我们堂区利用星期六开历萨 那星期日下周呢 我们都需要给一些人行婚礼的 老实说我们真是不够神父开历萨 不够神父众目而已 不如我为你的儿子祈祷啊 请你都为你的儿子祈祷啊 当他们做到神父做一个善目的时候 请他们呢 填满他 在那里害历萨了 我们已经跟起力尽了 那希望你的儿子 在善目的人令之下 也都可以加入这个目者的善恋 这个是我对你们的祝福 也都是我老了 希望你们呢 的儿子呢 可以真是长江后浪 继前浪 世上新人呢 能够接救人啊 请你不要为隔壁的儿子祈祷 为你的儿子祈祷 你最好生儿子呢 生三个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再生多一个 一个儿子做神父 一个儿子做修女儿 另一个全宗接代 一个女儿做修女儿 是一个女儿做修女儿 其中一个就是全宗接代 那你说你养啊 是啊 我养 因为你是教会 你养就是我养 所以最重要的 是你们大家都想想 善目主人 你的责任 做一个献身者呢 成行天主的字 成为目者呢 在完结的时候呢 请你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 跟年轻人一起 我学的 大家都可以一起唱的 我听不认的 我听不认的我声音 你时的舞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你时的舞者 生命的主宰 我的木染人的我生意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曾听我住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木染人的我生意 你时的舞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你时的舞者 生命的主宰 我的木染人的我生意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你时的舞者 生命的主宰